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到工程师职位越高 责任越大 薪水越高 时间却越来越少 我牺牲了与家人相继的宝贵时光 更只能与小笔成为周末情侣 27岁时 我与深知打工生涯不能给我未来 我需要更好的出路 就在那时候 我遇见生命中的贵人至今 让我对艾康留下深刻印象 我决定以兼职的时间 全职心态 每天风雨不改地骑着我的Motobike 来回新加坡之星山 认真打拼艾康 假设传统朝九晚五的事业 需要挣扎20年才能赚起五位数 我在艾康只用了10个月 就升上DCM 收入高达马币12天 第15个月 拿到了汽车基金及防务基金 第三年 乘皇冠委员CCM 收入突破马币30千 2012年 晋升成为艾康第87位百万皇冠委员MCCM 业绩突破马币200万 我也是一名专专业工程师 我一直想学以致用 怎么可能专业不出头 当我看到圣豪以行动来证明他要成功的决心时 我也肯定了这个行业 并与他一起全职于艾康 艾康也让我们团游世界 周游列国 现在我拥有了4架马币80万的房屋 也让我从最初的BMW3系列到BMW5系列 现在更买了价值超过马币30万的Aldi A6 在我的组织里 一共栽培了7位CCM和15位PCM 他们都是拥有专业组维的年轻人 破点成点 冲突成点 选择反对 梦想起飞